OpenAI的申请 OpenAI的申请网络上很多文章 基本上你找一篇照子做大致上就可以 这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首先我按照这篇文章来讲 第一个就是你要到他的网站 OpenAI的网站就是刚才那一个 待会会示范一下 就这一个网址 你登录之后 他会要求你输入要建一个账号 那你可以使用第三方认证 目前支援的是Google跟微软的 然后认证过之后他还是要你填一下你的姓名跟单位 简单填给他就可以 然后他会要求你输入手机号码 发一个认证码给你 通过之后他才会完成登 注册者的一个动作 完成注册之后他会问你说 你想用OpenAI做什么事 有好几个选项 基本上你选一个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开始用 那我用我的画面 简单再稍微做一个示范就是 OpenAI的官网在这里 进来这里你会找不到哪里可以 登录跟注册 他在API里面 这边是注册 这边是 登录 我们按下注册 就是这个画面 你可以支援Google跟微软 当然你要自己建账号 或许也可以 那我采用的是Google登录 那我登录 登录之后选择 第三方认证 选择我的账号 这样子就已经到了主画面 那如果你想要体验 直接在这边体验就可以了 那你的API Key在这里 申请 在你的头像下面有一个API Key 这个Key你申请完 他不会显示在这里 就 申请的时候他会告诉你完整的Key 离开之后就没有了 所以记得申请建立一个Key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Key 保存好 那我真的忘记怎么办 就只能删掉 那你只有一个API Key的时候还不能删 必须创建一个才能删 这是要特别注意的 另外一个他不是完全免费 特别注意 在这里 他会告诉你说 你的使用量 还有你的Key 基本上他有 18块钱的免费 可以用 超过这个就要付费 这就是他的使用 那如果你已经有这个Key了之后 那你就可以 使用我们的系统来体验一下 跟机器人聊天的感觉 进入OSEP之后 在我们的扩充桃 扩充桃件里面 有一个OpenAI的扩充桃件 那里面 有三个基目 比较重要是前两个 第一个你要把你的金要贴在这里 第二个你是你要跟AI交谈的讯息是什么 你给他的讯息 然后他也会回给你 那目前我是用变数 来 把他回音的 资料 存取出来 然后做别的使用 比方说我们现在问他基隆的天气怎么样 我们执行看看 他会告诉你这样子的 资料 这资料不一定正确 有时候他的拿到资料是 可能是有争议的 但是至少你可以知道他 他知道你在问他天气 至于他拿到的天气资料是什么 我 这边我没办法特别跟你说他 取得的资料是什么 那你可以一样可以问他别的问题 比方说 彩虹如何形成 你问他彩虹如何形成 他是不是会告诉你呢 我们来看一下 知心 有时候会要等比较久 因为回答内容比较多 然后有时候他回答的会是简体字 好 这个是由AI回过来的资料 这没办法控制 那这资料你可以经由 这一个进幕 复制造简贴簿 在外面用 你也可以在Squatch里面去用一些资料 那我们看他有没有贴出来 基本上 是有贴出来的 他资料是有出来的 好这样就可以 简单的说明一下怎么去申请这个字 还是怎么去应用 好 感谢观看